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OMCOM在3DS平台上推出的新作《惡靈古堡真相》 傳承惡靈古堡協同的恐怖要素和壓迫感 在掌機上也可以體驗到正統的惡靈古堡作品喔 比起3DS平台上的同系列作品 惡靈古堡傭兵3D 惡靈古堡真相的畫質更加進步 3D裸式效果謹慎很強烈 人物建模以及環境的材質貼圖也大幅升級 怪物身上的濕潤光澤以及霧氣的表現很棒 一些細節 例如人物身上的裝備 以及衣服的皺褶清晰自然 陰暗環境氣氛營造家 完成度高而且品質一致 如果在對話時 人物的臉部、嘴型並沒有動作 僅在播放CG動畫劇情時才會有動作 場景切換時大多以隔離門或是電梯來表示 雖然有種無縫讀取的錯覺 不過事實上在等待時畫面調整非常嚴重 在開闊地圖或是敵人數量多時也都會有調整的現象 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交響樂風格的主題曲 成功地表達了遊戲所想呈現的恐怖、陰暗的感覺 配角的主題旋律辨識率高 很容易就讓人跟著哼唱 在頭目戰時節奏明快 搭配聚靈場感的音效、恐怖的聲音聲 會讓玩家感到十足的壓迫感 除了初代的日版有日語配音外 本作是系列作中首款內建 鷹日雙語音 在進入遊戲前可以先設定玩家擅長的語言 可能性可否定 我們要向Jill跟Parker的捕捉 現在就向父母上去 本作有傳統操作 以及FPS、TPS等多種不同操作模式 也支援3DS、擴充類比電以及陀螺儀瞄準 不論是初次接觸或是系列作的老玩家 都可以透過設定很快上手 頭目戰難度很高 在一般難度下 仍不免面臨彈驚要絕的情況 體積發動條件和過去不同 衝鋒槍的連發速度不高 大多人是以單發式武器為主 畫面掉症加上怪物會搖晃身體逼近 想要發動體積會比過去還要困難 另外引入成於系列作登場的 緊急迴避系統 但在畫面上並不會有反應鈕提示 玩家必須仔細觀察敵人的攻擊動作 內容還蠻有變化的 本作描述BSAA創立初期的故事 整個故事被切成很多個片段 讓探索過程不連續 雖說遊戲才無接縫讀取 但部分劇情的前後仍有一段長時間的讀取 而場景不斷的重複 加上劇情零碎 時間軸來回跳躍難以掌握 玩家不易投入劇情 但在了解前半段故事後 後期出乎意料的發展會吸引玩家繼續玩下去 挖掘事件背後的真相 巨型模式的難度很高 巨深度的戰鬥系統 以及豐富的內容和關卡 在第一輪大約需要8-10個鐘頭可以破關 敵人攻擊力高 頭目攻略非常棘手 若是不好好善用緊急迴避 或是掃描儀獲得額外的回復藥劑 想光靠火力壓制還是有困難的 而隨著關卡的推進 也會逐步解開突擊模式中的關卡 突擊模式可以讓玩家嘗試雙人合作 透過升級和戰鬥中獲得的點數 改造成更強勁的武器 共20個關卡和不同的敵人配置 光是鑽研更省時更高評價的戰術 就可以讓玩家沉迷好一段時間囉 雖說惡靈古堡真相是以外傳形式命名 不過奇奇亞GO和系列作比起來卻一點也不馬虎 不但充分發揮了3DS的機能 其遊戲內容更是值得深入研究 除了初期零碎的劇情外 整體表現和正統系列作的規模幾乎相去無幾 如果你擁有3DS的話 那麼強烈建議玩家購買一片來體驗 與其一對話同時 在動作中的一切 will就出現了 今十二零碎 為兩對話暗示武器 是在庫兵人的看法 之公司的伍物 有很多恐怖有關哦 有說明暗示武器 在庫兵人的永遠 詞在內容 歡迎